这家人把马桶和床铺搁一口 中间就隔半堵墙 昨天吃的是啥 闻得一清二楚 阿怪想想就觉得上头 委托人徐阿姨却闻了三十年 一天操作吸引了本期的倒霉蛋 设计师强意要主动送上门 徐阿姨家位于上海黄浦区的顺畅路 妥妥的王者必断 一平方敢卖你十万 那这一栋三层的小别墅 不得值个几千万 这意味着月薪两K的阿怪 得从清朝开始写文案 徐阿姨表示 你们想多了 只有一层的三十平米属于他家 推开门就是王炸 公共天井堆满三户人家的杂物 啥衣柜 袭击 电动车应有尽有 少摆一点都觉得吃亏 王李走来到徐阿姨家的客厅 原来小户型也可以收拾得干净整洁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龙 是徐阿姨的宝贝儿子 他在一岁时因为医疗事故被确诊为脑磅 更不幸的是 小龙的爸爸在他三岁时也离开了人世 从此徐阿姨带着小龙 外加离异的表姐 家里一共就三十个平方 孝顺的小龙考虑到妈妈有头晕的老老鼻 提出和表姐一起几阁楼 要知道阁楼的层高不到一米四 在上面要一直保持弯腰决定的姿势 而且床铺两边晒满衣服 让本就压抑狭窄的空间 雪上加霜 别看阁楼不咋样 徐阿姨住的一楼卧室也没好到哪去 卧室和三角厕所仅一墙之隔 不仅如此 厕所里面还没有窗户 通风极差 徐阿姨每天都是被凑醒的 这是小龙的专属空间 原来他很小就展现出绘画天赋 作品还屡屡获奖 只会画火柴人的阿怪 自亏不如 这间迷你画室 已经容纳不下小龙大展拳脚 他不仅脏乱 还没有采光 大白天光的灯 那叫一个五指不见身手 小龙通常都是摸黑作画 难怪人物的眼睛一高一低 最里面是2.5平米的厨房 没有通风管道 油烟全靠人体进化 这家的厨房竟然藏着淋浴间 沐浴露和油盐酱醋摆一块 要是拿错了 吃完就能土泡泡 全家唯一的水池安在露天走道上 下雨天洗衣服顺便可以洗澡 不仅如此 下水口没有任何遮改 啥污水有水都往里倒 下水倒喝不下 全都呕出来 拆家小分队登场 无情提示 前方有好邻居出没 善良的小龙挨家挨户道歉 甚至叮嘱强老师 不要扰民 因为远清不如经营吧 他真的 阿怪哭死 百年老宅经过钦差 露出稀碎的楼板 嘎崩脆的立竹 和腐朽长黑毛的天花板 更惊掉强老师双眼皮的是 混在水泥墙里的部分木结构 这种杂交墙面 见过大市面的阿怪也是头一次见 其中的木墙各种开裂没变 而且整间屋子的倾斜角度 来自四面八方 天花板从前往后 从左至右个倾斜了三度 变成微房只是时间问题 改啥改呀 炸了重建吧 强老师微微一笑 甩出重建方案 呸 是修复方案 他在屋顶上重新固定了 不同高低的笼 在原有稀烂的基础上 重新做内部结构和平行线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 百年老宅获得重生 改造前公共天井堆满不用的杂物 改造后的天井干净整洁 新增的雨棚 储物柜和晾衣架 邻居也能白调一波 另外一头的架子上摆满绿植 以后种点小葱小蒜也不错 设计师对徐阿姨家的外墙都进行了粉刷 完全看不出这是栋百年老宅 改造前的公共走道不仅潮湿 而且自带脆皮属性 为此设计师抬高了整体地面 同时加固了酥软的墙面 下水倒安了铁盖子 再也不会往外偶脏水了 把视线移回室内 进门后依旧是客厅 不过把原本遮挡阳光的楼梯挪了个位置 同时客厅偷了一点阁楼面积 做出挑空设计 整个空间变得宽敞明亮 改造前客厅右边是徐阿姨的卧室和厕所 如今设计师在入口处隔出了玄关 还打通了原本独立的厨房 画室和淋浴间 主打一个动线流畅 去洗澡不用打散 原本尴尬的三角厕所改成了洗脸台 往里走是个功能齐全的二型厨房 站下三四个人不成问题 最里边就是厕所和淋浴间 他们终于了回到正确的位置上 厕所是经典的干湿分离 扶手和座椅虽持弹导 本层高一米四的阁楼长到了一米八 再也不用担心磕脑磕 设计师将阁楼改成了小龙的画室 同时也是卧室 他不用跟表姐挤块了 说来还是怪尴尬的 徐阿姨带着小龙来收房了 很好 太幸福了 非常好 先看的是位于二楼的画室 一面带有遮光功能的通电玻璃 就是小龙的新画架 后面的窗户正对天际 自然光那是一流的 旁边的桌板放下来就是操作台 放点颜料 画笔刚好 设计师在楼梯边也安排了储物柜 方便存放未完成的油画 配套的方凳叠起来就是小龙的座椅 平放则是去卧室的台阶 后面还藏着惊喜 设计师拉开客厅的沙发 拉上一门 这里就变成了表姐的卧室 除了旁边的一排衣柜 沙发床背后还有隐藏式柜体 放点棉被刚刚好 到这还没完 设计师按下机关 衣橱从天而降 外套裤子都挂这里 省得叠了 属于懒人福音 其次徐阿姨床铺底下的柜子 自带万象轮 只要将柜子吊个头 换季轻松搞定 这方法妙啊 随后玄关处的储物柜也是餐饮 隐藏式桌板拉开后 坐四口人不成问题 最后设计师还留了一手 请看VCR 改造一共花费了20万元 由爱心企业和节目组承担